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车中手扶方向盘 戴着墨镜 黑色皮质手套 有一种大佬的感觉 梁朝伟的这张照片仿佛是透过玻璃拍摄的 他的手指按照玻璃上 还显示出了按压的痕迹 照片所配的文案是 梁朝伟这是我演戏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对于梁朝伟来说 演戏几十年 对于演戏的理解 大概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现在可能已经感悟到了什么 王一博的这张照片中 表情有些许忧郁 感觉在沉思 图片配的文案是 王一博步履不停 电影的剧照也非常有感觉 黑白照片带来了一丝沉重和压抑 但对于电影来说 又贫添了一份厚重的质感 梁朝伟头戴礼帽 身穿衬衫和风衣 这或许是他在电影中进行任务时的装扮 王一博这张看起来是在浴室中 他背对着镜子正在整理衣服 最酷的莫过于他的脸 摇着烟面无表情 烟雾飘向上方 他的脸半影半现 这张照片真的非常有氛围感 很喜欢 这张两人同框的照片也是令人充满想象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现在是在什么处境下 又将去往何处 电影目前放出来的剧照都是黑白照片 甚至连两人的杀青照都是黑白的 令人对这部电影的风格和质感充满了期待 对于电影无名 现在的信息还比较少 但从导演和主演开始拍摄杂志封面来看 应该很快就开始宣传了 看了这些宣传照片 对于电影的期待更大了 希望能够早日看到这部电影